难怪何润东从来不晒自己妻子,看到妻子敬照后 网友,我也不想 很多明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秀一下恩爱 分享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在节假日还是周年的纪念日 都会很开心地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之情 而有一些明星朋友们就会很低调 不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也很少晒自己的另一半,自己的生活自己去感受 两个人安静地享受二人世界 有一个男演员,他的长相有人说帅,也有人说不帅 不过,当年,他的,风云,可是有很多的观众看 觉得他很潇洒,很有英雄气概 那一头卷发 也就是现在网友们所说的泡面头 那当年很多观众还觉得很帅,很酷呢 现在就觉得辣眼睛 他就是何润东 当年那部剧里面还有赵文卓,黄毅,秦兰呢 是很多人儿时的回忆,这样是不是就暴露年龄了呢 后来,何润东又出演了《梁山博与祝英台》 其实,还挺有渊源的 出道的时候是客串了吴奇隆和杨彩妮的电影《梁祝》 没想到多年后,自己就扮起了梁山博 何润东还和大S一起合作了,泡沫之下 里面是和黄晓明是情敌 当年这部剧可是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觉得何润东不够帅,有些装酷 但是当时这部剧的收视率还是挺高的 何润东和孙力合作的《那年花开月正元》 终算是又重新让大家喜欢上了他 那个温文尔雅的吴家大公子吴聘真的是很痴情 可惜斋早死掉了 可惜可惜 何润东这个人还是很有才的 不仅是演员 模特,还是制片人,导演,编剧,能力超群 少有人能及 凭借,翻墙的记忆,还获得过导演奖 现在,在娱乐圈还是蛮有地位的 他为人处事还是很低调的 虽然大家会对他演绎的角色谈论一下自己的看法 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何润东这个人的 何润东一直以来也没有什么绯闻 对待自己的恋情也是维护得特别好 他跟妻子Petty也是谈了很多年的恋情才公布的 也是很小心的在维护这份恋情 婚后的两个人也是很低调,很甜蜜 何润东也很少在社交平台上晒过与妻子Petty的照片 大家也是对这个神秘的女人感到很好奇 有些不知道的网友很希望可以看一看这个让何润东痴情的女子模样好不好看 网友就找到了何润东妻子的镜照 看到妻子进照后,网友,我也不想 对此你怎么看呢?